繼續我們來看在華蓮 有一間專門照顧 心心中愛者的必須台 高雄儀 這間高雄儀生日到達已經七十年了 因為中央郭美領 她是由德國來選教書 她在這裡服務已經三十五年了 現在準備要回到德國了 很多鄉親都覺得很不甘 現在華蓮館中指針委 也辦法應有官兵政 來感謝她為台灣 這麼多年來的奉獻 為了感謝華蓮 必須台高雄儀 已經在這裡奉獻三十五年 在國三九十九美領 在這社團 民台都出社 對無所謂奉獻表示敬意 不如人生都不敢於退休的離開 大家是哭得四年歲 必須台高雄儀創立七十年 早期希望目標不方便的學生 跟他們生外的機靈 二十年前 郭美領當當事頂的進來 募集國風的主管 修建心大樓 全身受到心心中的醫生 幾次破壞也都不敢放棄 我還記得她在德國 她就是跌倒非常嚴重 但是呢 她一心還是要回來 就是帶著傷 她還是回來 那前一陣子 她也跌倒了 她仍然沒有休息 跟其他在臺灣等級 奉獻的外交金屬一樣 以民宿指控一千年 辦法應救基劉政委回家 給我告訴你 管長執政委 也還有一次辦法應有關兵政 感謝她這幾年來付出 國教書強調說 他表不退休 等於在國後會繼續奉獻 因為這樣 大家要再做會送他來回的機票 希望他可以回家 如果新的黨宿長是五民文 做社會工作已經很多年 今年五月全集在國財會 十二月去花蓮必須帶高雍營服務 記者 綜合報道